手机充电线从这个根部断开了 我们可以用一个瓶盖就可以把它给修复好 而且修复好一个瓦也是非常的牢固 这个方法呢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你看看 首先呢需要用把电烙铁 如果家里没有电烙铁啊 可以用个铁丝 在火上烤一下也可以 然后在这个瓶盖侧面 给它先烫出来一个圆孔 是椭圆形的 这个孔呢给它烫的稍微大一些 烫完以后 然后呢把手机充电头往里面塞一下试试 塞不进去 那么把这孔再给它扩大一下 扩完以后再来测试 现在是刚好放进去 再然后呢在它的对面 再探一个小细的圆孔 探完以后 然后把这圆孔这边用剪刀给它剪开 接下来把这个充电头给它插进去 然后把这个线再卡到这个圆孔里面 接下来呢 然后准备一点这个热绒胶 给它搭点热绒胶固定一下 不然的话在使用的时候 这个线可能会脱落 也可以把热绒胶多打一点 把这个瓶盖都给它完全灌满 灌满胶冷却以后 你看一条数据线就修复好了 在实用的时候 中间再也不会折来折去 把它给折断了 这个方法呢 简单用实用是不是 把它分享给你